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刘峰勉强可以当忠 也就是说忠臣连很多 我孙权也是个很好的忠臣啊 没有太多身份性向性 但是袁绍是最像忠臣的 那么在某一些局啊 有些人上来直接打袁绍 反正就把他叼成忠臣 就说你为什么不杀鼠啊 你为什么杀袁绍啊 那我跟你们没有共同点啊 咱们别咱们不要一起玩游戏啊 不要一起交流啊 好 曹碧这边是盲聚一下刘峰 他可能觉得小偷当忠臣没有太大的用处 然后这边盲兵我啊 我也表示比较无语 我这种没有身份性的武将 居然还被盲兵 咱们这边这些九杀袁绍 那袁绍射不动的话 我们这边两张牌制衡啊 看一下没有闪之类的 或者有藤甲之类的 没有 那袁绍这里面呢 他如果说收掉这场比赛 主要原因就是他射不动 马超也是直接跳反啊 直接杀这个袁绍的 那如果你们搭费认为 孙权跟马超不杀 曹拼杀袁绍是跳中 那咱们不是一个世界的人啊 不是一个星球的 该哪来哪 该该哪来 那个回哪去啊 好 然后这边咱们看一下 本局比赛 袁绍这个乱机呢 外边应该是有无限独条 可能是左辞的 这无限很可能是左辞的 高顺雪后 他质疑了 我没有质疑 左辞可能是一张闪都没有的啊 嗯 他这是一个假牌蛊惑啊 拿杀去蛊惑闪 好 曹拼一番就 一番就翻袁绍了啊 没问题 一番翻袁绍 我们是人不出闪啊 防袁绍最后 最后的那张杀 袁绍把桃子拿出去射 大家看一下啊 就是他又开始蛊惑了 那我们这里边呢 你说你猜质疑了 拿的那张牌不是闪 将来要被曹币收尸啊 好 这边我质疑了 高顺也质疑了 嗯 马超 马超没有质疑啊 他不敢质疑 袁绍也没有质疑 因为他只有一写啊 他只有一写 他不敢质疑 但是你看左辞 第一回合拿那张牌 就是假牌啊 好 这张无限应该是 这个质疑出来的啊 肯定是质疑出来的啊 我觉得是 应该是质疑出来的 好 然后重重跟大家说一下啊 这局比赛呢 这个主中方就是说 他们的这个 走向末路的地方啊 就是因为袁绍射不动了 一番翻袁绍 二番的时候没翻成 对吧 一番的时候翻一张 二番翻两张 这样是过三排 三排加袁绍手里边 一张和他气的 和他杀佐斯的六张牌 至少能开出一对 甚至说两对啊 就可以就可以继续卖了 袁绍收了 不认识 不认识追忆 追忆谁 这个不认识 追忆谁还怎么立的 就是咱们再说 咱们再说别的 不认识反 就直接拿三排 不认识忠神的话 那追忆曹丕 曹丕可以卖到死啊 卖到害 但是呢 由于这张无懈可击 打出来了之后 袁绍没有花色了 他没办法就弃牌了 然后这张无懈可击的来源 很可能就是左辞的这个蛊惑 好 那这样的话呢 袁绍这张杀也没有杀马超 是杀的左辞啊 他觉得左辞蛊惑 在这里搅局 是比较偏反的 给大家发牌 我是这么觉得的 就是左辞第一回合 这个质疑 我都不去质疑的 他蛊惑我都不去质疑的 我怕掉血 我也怕拿到那张牌不是闪 比如说我这次第二回合质疑了 拿了一张黑桃杀 你一旦变上说 这张全是曹丕的啊 给曹丕弄更丰满的尸体 我们看一眼吧 左辞可能会蛊惑吃桃子啊 他直接清囊了 直接量化妥清囊了啊 决斗清囊 那刘峰说 他那里边还有张无蟹的毒条啊 他这里边是直接是去这个 这个 盲左辞跟袁绍了啊 也就是说 他是剩下那个反贼 高顺是反贼 因为高顺给曹丕打无戏 关键的时候打的无戏啊 让曹丕卖不成血 不能跟袁绍搞鸡 钱肥皂不能 这里边我们看一下啊 他这里边拼不了袁绍的 拼不了他要打不练师 打不练师 决一袁绍 袁绍翻回来 可要是崩盘的节奏啊 可能是断杀 可能是没有大点 这就不清楚了 我们不知道高顺手牌 这边他把那个给杀了 急救 还是一张红牌 这样他最有可能是内剑啊 袁绍打得太奔放了 实在不想内剑 看来就是断杀的节奏啊 看看布脸师 布脸师这里面应该给左辞录牌啊 我跟大家说布脸师绝对是应该撸左辞牌的 因为这边亮的是急救 还被冰了 就是他有小猪 他是有小猪葛啊 还是怎么的 我忘记了啊 有没有 就是你起码你还录一个红牌啊 马超这边是有简易马的 直接杀左辞左辞不就飞了吗 孙权没距离 但是马超是有啊 那我们就能出闪 草逼大白板啊 回合那也就能出张闪了 陶渊阶级他也扔掉了 嗯 怎么说呢 哎 开个陶渊 反贼都威胁 左辞威胁 主要是布脸师这个牌应该录为左辞 这是最重要的啊 你不会录为左辞能看吗 红牌就是一颗桃子啊 人家挂急救呢啊 说主中放的事物是比较多的 嗯 内奸怎么说 内奸角角局对吧 内奸为了自己不死 没有闪 就瞎鼓鼓一翻 然后呢 放出张无限 好 斧头这马超怂啊 都不敢挂斧头 他被借走啊 就是 袁绍的这个乱机 让全场的血线都被压 嗯 被压了以后呢 一个AOE就可以清场了的啊 所以我们这里边就是 嗯 我的AK啊 别被曹币示范就好 好 这边 这边他就偷了手牌啊 他要秒左辞 所以就偷手牌 但是好像断杀 我们看一下啊 因为袁绍待会儿的话 嗯 孙权跟马超联动 差不多能撸掉袁绍啊 看一看 啊 不会是坑爹 应该给左辞撸的 哦 这样 袁绍就死了 曹佩收一张杀 牌板终于不断杀了 好 他这本选择就是索辞 索辞有八阵嘛 还能挡一挡啊 能挡挡杀 好 这样现在 呃 撸孙权的手牌啊 孙权的牌 逼马超贵 就是啊 这波联施特别奇怪啊 你这撸什么呀 这地方缺带这么坑啊 我回看路线才发现那么坑啊 你这撸孙权的牌啊 孙权制衡 多一张牌制衡 那能一样吗 对不对 我被 呃 我这个制衡过的牌 然后咱们这边 草皮有人王盾啊 咱们全都制衡了 好 扔 留张无限一张闪啊 这制衡不给力 各种杀 然后这就是全场低血线 对吧 好 八 八冠叛红了 马超蛋疼死了 自己都一写 弱暴 好 他这里边给自己无限乐呗 我不能让他过乐啊 绝对不能让他过乐的 出一张杀 马超不是闪死了 就完了啊 好 然后咱们看一下刘峰 然后他偷的是青钢剑 就看能不能扎死警杀了啊 看他八卦了 八卦黑 那这样的话呢 那左慈就去了 没有尸体 看草皮我们桃救了 怎么说呢 你要是说想描索瓷的话 就别偷青钢剑啊 偷下草皮的手牌好 完事这里边高顺 我是这么觉得的啊 这么打太冒险了 你这么打的话 追草皮 因为场上是没有开过AOE的啊 AOE是袁绍兹 一个人射出来的 应该是一个A都没开吧 好像是一个A都没开 这样的话 一旦来个AOE啊 或者是哪怕草皮 裸摸一决斗啊 马超都是要飞的 包括高顺都是要飞的 高顺这么打太冒险 你这个时候四打一稳打嘛 拖拖稳一些啊 他这边选择杀孙权了 我觉得马超胜 可能会是一张闪吧 肯定不是九啊 九可能会是九杀所辞了 好咱们这里边 这个全志恒 然后给队友刘克桃子啊 藤甲是绝对不能挂的啊 在铁锁上面 那这局袁绍是怎么破的 因为内奸搅局 对吧 内奸蛊惑 还有就是说因为不连是坑 不然的话 就是这个反贼被压残了以后 主中方只要打开一个扑口 突破口 收掉一个反 就进入人数优势了 又被乐 孙权吸收了所有的乐不思蜀 跟冰凉称赞啊 咱们这边留无血可惜 就闪是多么宝贵啊 我是AK加四张杀志恒 都都没有都没有 没有什么闪之类啊 对下草皮手牌 因为现在没有人打草皮 人王就挂着吧 大家可以看 南马入侵 都在这个整副牌的牌底啊 马超扔 然后这个刘峰扔 高顺可以顺人王啊 顺人王换人王啊 藤甲多吓人 这藤甲太吓人了啊 那这时候我们这个残血反贼 都在说 赶紧摸桃子 看谁先上岸啊 大家就是保护好自己 别送人头 别成为短板就行 那这边咱们不是狠狼 咱们留个想过 寻忧在的话 玫瑰说寻忧在 寻忧在的话 早就配合袁绍清泉场了啊 这个五谷 这五谷太蛋疼了 全都是锦囊 我们这边 可以考虑去无邪曹丕啊 他还拿闪呀 这蛋疼死了 拿闪 你这不拿尸首牵羊吗 这这高顺人太逗了 解锁啊 赶紧把它锁解了 待会刘峰就偷无可偷了 这里边千万要忍住啊 你就扔决斗 一番番多伤啊 自然我觉得 我是曹碧 优先翻孙权啊 他没翻孙权 翻刘峰了 这高顺疯了啊 你断杀不要这样吗 好 我给大家二倍速度放啊 我们现在主要是 这边我这边 回到三雪就OK了啊 咱们全都制衡 找桃子啊 然后我属性下杀了一个 爱翻谁翻谁 随便翻 马超三雪 一时半会儿死不掉啊 翻高顺最好了 省着高顺坑我们 好 这样的话呢 就是草皮进入一个围观节奏啊 我这边不断杀 就赢了 他这里面吃桃子 罗摩桃子跟藤甲 咱们全都制衡 留一张属性杀 留一张属性杀 然后其他都制衡 咱们冰草皮吃桃过 藤甲就别挂了 因为没有闪 好 高顺就开始卖萌 这不蛋疼吗 这这是不是蛋疼啊 好 乐了天过 这样我们这一比赛就赢得 赢得胜利了啊 乐了天过了 重重被乐了这么多轮 最后队友还要来乐我 好 这一局比赛呢 就是这么破的袁绍啊 因为 我们可以看 袁绍的位置 其实还好吧 被孙权 九杀 马超杀以后 他还是一宿 这么多牌啊 主要是这张无邪可击 关键是这张无邪可击 让袁绍没有 这个一波清场 这无邪可击 应该是左辞吧 我觉得是左辞蛊惑 这个大家质疑来的啊 那间嘛 那间不希望袁绍清场 袁绍清场 他就没有机会 他就一起死了 跟着一起灰飞烟灭了 好 然后这局比赛呢 看到这里 咱们看另外一局 另外一局呢 这个就是说袁绍内啊 来 咱们看一下这局啊 这局比赛呢 是这样的啊 这局比赛呢 就是说呢 那个曹皮绍 然后我们这本 可以选拨链尸 可以选孙权 好 又先选孙权啊 好 这局比赛呢 就是有一个 小小问题在这里 就是说袁绍内 你带给全场的 到底是什么啊 好 这比赛 咱们看一下啊 这个忠诚 对吧 在我眼里 他是这个忠诚 这个 这大老残 今天什么情况啊 我这 明明改名了啊 进袁绍 曹松菜吗 他搞什么啊 他点错了吧 好 这是偏内的 对吧 很像那间 这为国假许 不明觉厉 不知道干啥的 这样 我们就 大概是 我看是什么 一种情况啊 他为啥选袁绍呢 不知道 曹皮这个AOE呢 其实是在帮袁绍 进行一个清场 打的也没有太大的问题啊 我们这边肯定出杀的 不掉血 好 邓爱囤一个红田 看不出来是什么身份啊 这个铁锁应该连的 曹皮这铁锁应该连一下吧 因为你终神已经够了 然后大家看一下 袁绍呢 是去杀了一刀邓爱 就是邓爱很内 对吧 然后邓爱是跳了 跳了一个反贼的身份啊 他黑田没有送威 是直接跳反 或者是跳内 这样玄域跳钟 曹皮开始翻袁绍 我们看一下啊 因为这里边是 袁绍是先动的啊 这曹皮翻邓爱 翻的都有问题的 他是觉得邓爱要觉醒就翻 其实有没有想过 袁绍是说他舍不动了啊 你有没有想过 就是说袁绍可能会 一轮代飞邓爱的 而且 袁绍是可以一轮代飞邓爱的啊 完全没有必要翻邓爱的啊 你翻袁绍 袁绍再射一发 然后那时候你再决定 翻不翻邓爱呗 这样他是这个反贼 过拆脚也没有用 那手牌应该是 一闪一桃 还是一闪一无蟹 过拆都扔了 这样的话呢 这个由于邓爱 就是反贼都跳了啊 流邪孙权他不愿意忙碌的 他就落着曹丕 然后贾许是不敢开大的 贾许是跳反的 好 那这样流邪的话 流邪这里出错了吧 这有什么好卖的呀 你这桃子给主公多好啊 忠诚 袁绍是哪天啊 他打错了 这个流邪打错了 很失误啊 非常失误 然后这样呢 拼甲许没有拼成 他就把顺权翻了 不然顺权制衡 好 死 尽将死 就这句比赛 大家可以看出来啊 袁绍这种AOE的属性伤害能 其实是打残了忠臣 打残了反贼 然后由于没有射死忠臣 曹丕是没有拿到尸体的啊 然后这个曹丕就是盯上 灯爱使心揍啊 因为因为两个忠臣寻遇 加留鞋跳了 所以曹丕把袁绍翻回来 没有让他继续射 弱死了 哎呀 天啊 这边他是怕加曲开大啊 他把手牌都留给曹丕了 这么打也没有问题 加曲开大 你这开什么大呀 这曹丕 好吧 就为了带左流行啊 不开大也行 灯爱能动的啊 我们这里边 我是没有距离杀草屁的 我也不可能杀灯爱 咱们就忍着吧 对吧 看一看三田灯爱 他非要在圆珠 选个灯爱反没招啊 嗯 这个应该先顺加一吧 你不是手牌直接火杀吗 好吧 嗯 甲曲这一边 嗯 大招带走流鞋 怎么说 我觉得 哎 都行吧 就是 这局比赛就是很混乱 因为内奸袁绍的原因 对吧 嗯 难赢啊 你这个 中神跳了以后 曹丕就不会信任你了 嗯 就是给大家看一看 这两局 这两局呢 我这局孙权是妥妥的躺赢 对吧 嗯 因为这个 中神坑了啊 中神流鞋坑爹 内奸坑爹 主中方四个人 啊 两个坑的 那就没有招了 好 然后呢 这期视频就到这里 给大家看一看 这个 在袁绍市中内的情况下 从这个曹丕主公局逃脱升天的啊 对 妖妮还曾经选过一次袁绍内 在这个曹丕局啊 嗯 他选过 在我房间选过两次 都没有赢啊 那个 嗯 真的是赢不了 因为你是把曹丕打残了 你只要射残曹丕 你又收不掉反贼的话 反贼就会把曹丕秒掉 那如果你 射残曹丕 你这个忠诚 忠诚是被你收了 但是你跟曹丕单挑 你还是要输啊 所以妖妮就这两次 一次是单挑曹丕 根本挑不过 曹丕二多张牌 打死你 另外一句就是说 嗯 他这个没有收成反贼 然后能把曹丕射残 嗯 反贼就把曹丕了 好 那这局比赛呢就到这里 嗯 给大家看两盘这个 关于袁绍跟曹丕 这对好基友的相关的录像 大家就慎重选项吧 坑丕的选项 不合适的啊 不合理的 啊 然后这周还会继续给大家发这个草皮的专题 都是周末路的 然后一天发一个 希望大家关注重选项目间 那我们明天见